時隔六年特斯拉再度現身巴黎車展 尚未在歐洲銷售的Cyber Truck 一亮相瞬間吸引目光 Cyber Truck is a thing that more people than ever have talked about in the automotive sense 但特斯拉最新發表的自駕計程車Cyber Cap 自駕客貨車RoboVan以及AI機器人Optimus 卻被控都是超來的 發表會上馬斯克興奮展示一系列前衛新作品 看似前所未有的創新設計 貝科幻片機械公敵導演Alex Proyas 直接發對比照打臉 來玩超級比一比 雙人座的Cyber Cap流線型車身 圓盤狀旅圈還有上線式車門 都與電影中的汽車相當類似 20人座的RoboVan同樣是列車車廂造型 但與電影比起來 特斯拉的車輪似乎沒這麼明顯 被控抄襲的還有AI機器人Optimus 機械身體與手臂大致上雷同 不過電影中的機器人表情更加生動 儘管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導演Alex Proyas仍不客氣寫下 害馬斯克可以把設計還給我嗎 特斯拉銷售成績亮眼 又接連發表充滿未來感的新車款 上週五開盤股價卻暴跌9% 670億美元的市值憑空蒸發 還拖累納斯達克指數 根據外媒報導 投資人認為特斯拉的新產品缺乏細節 發表會沒有詳細介紹自動駕駛的關鍵技術 或如何降低自駕車成本 還有AI機器人Optimus 仍需要人類遠端控制 馬斯克講半小時就匆匆結束 承諾的願景被評論太不切實際 TVN新聞綜合報導 愛Soft 壹廣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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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鋇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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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